曾經看到一些香港的新聞報道 香港七百萬人當中 原來有一百萬人患有四個頭號殺手 就是癌症、心臟病、高血壓和糖尿病 如果這一百萬人沒有很好的醫治 很可能過幾年他們都要離開 所以我們醫治中心都為了這樣的緣故 我們知道我們的神素來就是醫治的神 並且我們經歷很多病得醫治的個案 所以我們設立中心的目的 是讓人去經歷到神醫治的能力 並且因此他們的信仰更加堅固 而未信的朋友藉著經歷到神的醫治 他們都可以來歸信耶穌基督 這就是我們設立中心的目的 有一次我覺得真是神很奇妙 在我們其中一個醫治的聚會 我有一個感動想為一個 天生耳龍的姊妹來祈禱 但不是我祈禱 我便邀請我太太師母為祈禱 聽得多點多點多點 後來我一個被醫治的人都很感動 兩個擁抱在一起 所以我看到不是哪一個做討告 而是神是討告的神 是醫治的神 所以今天你們是一起來到領受神奇妙醫治作為的一位神 歡迎你來到我們當中 我從小到大都很怕黑的 在做武復醫治的時候 神亮我看到原來我爸爸背後 有一個很黑的勢力 那個勢力很大很黑 好像想吞食我那樣 於是我呼求耶穌 耶穌就抱著我 我以為祂拖著我走 誰知原來我抱起我 令到我覺得很安全 自從那次醫治之後 這些恐懼的感覺沒有再回來了 多謝耶穌的醫治 在我的婚姻上面 都令我和我先生的關係都很轉狀 他讓我看到原來 以前我忽略我先生 亦都很輕視他 這些都是源自我的驕傲 現在我懂得去關懷他 去體諒他 對我的婚姻都重新充滿了信心和盼望 另外我又聽聞2020年的時候 患有抑鬱病的人 會成為香港第二號的殺手 即是說很多人都會患有抑鬱病 大家生活在這個城市 都知道這個人口囚密的城市 很多人的情緒是搞不定的 很多人活在不開心 刺斃 甚至是想自殺的情緒裏面 所以我們忠心是很盼望 你能夠經歷到病得醫治 經歷到心靈完全的被釋放 因為神是喜樂的神 神可以賜給我們生命完全的改變 是進入豐盛的生命裏面 我歡迎你 如果有這些病 你可以來經歷神醫治的大力 還真可惜 很離緣 ivat了 有說明